物理学家对于世界的认识 都是基于观测 只要我们观测 物质就会和我们发生互动 那么 展现出来的结果 也就不可避免会带上人的因素 世界未必受人的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的世界 不可避免受到人的影响 我们看到的世界 其实是一张各种物质 与我们组成的互动关系网 物理学描述的不是世界的本质 而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世界的信息 可能因为人的某些原因 关于这个世界 我们只能接受到一份一份的信息 所以我们能认识到的世界 就是一份一份的 至于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身处在宇宙中 我们得到的任何对宇宙的描述 也都来自这个宇宙内部 不存在从外部观测到的世界 存在的只有世界内部的 部分的 相互映照的视角 世界就是这种视角间的相互映照 在宇宙中的视角